大家早上好 好 好啊你们 好开心又见到你们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 你是跟过耶稣的人妈 刚才都听过了 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是什么日子 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讲远 主席已经分享了 我们要邀请人之前 人家先要看你这个基督徒 值不值得相信 值不值得被邀请来参加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人家从你的生命里面 如何看到耶稣 好吗 所以我们七天的时间 我们学习了 原来在这七方面里面 人家在我们生命里有看过 我们跟过耶稣的人 什么叫跟过耶稣的人 或者是隆隆 你比喻一下 来来 没在没有这么快 就是再一个比喻了 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特征是不是 如果我一说 我一唱这首歌 你就知道是代表谁 打一下功宽 可以的 一听就知道是什么 是黄飞鸿啊 第二个呢 一个打十个 是哪个 是叶敏的吗 叶敏的吗 多谢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个打十个 听什么来 听什么来 哈哈哈哈 是要调一调一下 哈哈哈哈 六十年代的你们知道的 我是女色手 陈寶珠啊 你们知道的了 哈哈哈哈 多谢 多谢 所以给你看一下 一个 一个音乐 或者一句话 你就认得出 去是哪一个 或者刚才说 是一个很出名的 这个动作 今天就在你生命里面 别人想到你 或者想到耶稣 去懂得如何看你 今天我们有没有 被人认出 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 或者别人见到你 你说 哎 我教会 跟鸡植下来 三个礼拜都会特别讲言 讲关于这个民间的信仰 咦 你信了耶稣的 不知道啊 那你就好好地悔改了 哈哈哈哈 同样 因为我们都一样 那就是这样 十年前 我的好堂妹 Michelle 来举举手 她就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看到 我的耶稣 所以她就转向她的心 来到教会 接着就接受了主 将她的生命交给主 我相信我们在座 从前面到后面 从左边到右边 每一个都有你们的故事 但是呢 我们很明显的 不要将耶稣 拼在里面 就好像说 不要将耶稣 拼在教会 我们要将耶稣 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不好 在这七日里面 你没有邀请到人 来到下个拜五 好好地我们检讨一下 甚至我自己 都要看什么 人家是不是看到我 要说这句话呢 那这句话是在哪里出来的 就是 使徒行展第四章十三节了 他说 那那帮人呢 见到匹德和若寒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事 没有学问 那些小民就稀奇 认命就是认出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我知道当时 因为匹德和若寒 医治了一个 呸的人 四十几岁的 生理就说 他是骑腿的 不能走的 医治了 还讲了一篇那道 他说 哇 这个人 明明没有学问的 还是捉鱼的 为什么这么 这么厉害 他们就认出 他们是跟过耶稣 今天很重要 你和我的生命 我们信主 OK 我做一下调查 信主超过一年的举举手 OK 信主超过三年的举手 线上的 你都可以举 举给上帝听 哇 都差不多 这里可能比我多些了 但是读会比较少 超过十年的举手 越来越少了 超过十五年的 已经十五年了 Michelle 我还经常说 你很高 超过二十年的 我知道 是陈牧师 哇 后面 这 哇 在我们生命里面 无论我们信主 三个月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但是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真正活出 我们的阳识 有没有真正活出 耶稣 你在世界上的人口 有八十四亿 估计三十八千 是基督徒 大概就二十六亿 那你认为 其中有 多少的人 是真正重新 得到基督徒 如果真的这么想 其实那个八千 真的好笑 如果你知道 现在就是西方的国家 很多的道德的败为 很多的那种 人的思想 再加上 现在 能工资能 AI这些 种种的 这些科技的发达 但是 反而人的道德 越来越退后 所以 很重要的 真正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就要活出 跟着耶稣的人 在《史图行证》 三章和四章 今天要看的 他们生命里面 有八个特征 今天那里特别的 我待会请了三位嘉宾 现在很紧张 三个很童工 我就不讲气故事 但是自己上来说 好吗 所以你们真的要听好 八个特征 我又没有超过八个 哎 子母 我有十个特征 人家看到 我是跟着耶稣 这个背景 大概就是 第一 有主的同在 第一 一个特征 有主的同在 刚才我说的 《史图行证》三章 三章的时候 知道彼得和若寒 他们就好像平时那样 大概下午三点 去到圣殿那里 祈祷 走着走着 到圣殿门口 就看到一个 圣经说 一出生就是骑腿的 就是不能走的 在那里什么 黑色 在那里堕朗 堕朗 黑色 那个地方就叫做尾门 给张上来看 大概你们可以知道 有时看到文字 我们眼都要发 那这个匹德和若寒呢 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人 但三节就说 这个币的人 邪腿的人 是看见匹德和若寒 刚刚要行日圣殿 然后就求他们 周制 匹德和若寒 又看回去 你看我 我又看你 原来看你 看起来看起来有因高的 但是我们要看得对吗 不要这么看 匹德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 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今天我们走出街 我们嫉妒我们的朋友 我们去参加很多的宴会 我们敢不敢跟他们说 你看我 或者说 不要看我 我一点都不像基督徒 我的口一开 就是批评 或者我生命根本没有见证 今天你和我 可不可以学 可不可以好像 若寒和匹德 随时随刻 当人家看到你那时候 你都可以看回来 然后就很大胆地说 看我吧 看我的生命吧 因为那时候的匹德 是生命已经被转变了 耶稣已经升天了 已经将这个使命交给弃了 否认耶稣的 但是今天是能够全容耶稣 所以他很大胆地说 你看我 就好像刚才跳 赞眉秋 省神粗的Christine 我相信 现在他在一面斩咬 你看我 我多开心 我是基督徒来的 我有主意的喜乐 刚才跳得很开心 我根本相信 人家在你的生命里面 真的看到神的爱 连在这里做生意也好 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 每一个阶段 都被人家看到耶稣 Amen 那接着下去 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 扶起上来 他的脚和骑子骨 立刻健壮了 就跳起来站着行走 同他们进了电 走着跳着赞美神 这里看得很清楚 彼得和若翰 不是德口讲 是还有什么 行动 很多时候 我们是基督徒 人家行过来的生命 哎呀 我有难 我有这个困难 好了好了好了 耶稣帮助你 那我们就走 但是一行同彼得 他们下一个的目的 就是什么 用行动 就扶着 扶着他的右手 就好像那天我讲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右手 不可以扶左手 神有是个旨意的 总之他们扶起你的时候 马上他的骨 健壮了 你知道使徒行政是谁写的 劳家 劳家是个医生 所以你读使徒行政的时候 你特别要看到 那些医治是很detail的 很细节的 说给你听 可以说 会上来 行得了 走得了 为什么要说他的骨 失败的这个脚 立刻健壮了 什么叫立刻 就是immediate 马上 但是如果没有若寒 和这个匹德 他们伸手去扶这个人 只有一个讲字 你看我 看到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就走了 他们好行动 但兄姐妹 接着来这七天 当我们要传语福音 邀请他们来到 廉截五个礼拜 牧师和粤语堂上 安排这个特别讲座 我们不单止 我们要有这个生命 我们更加要行动 在这里说到 我就记起 Uncle Wong Uncle Wong 鞠起你的手 Uncle Wong的太太就是什么 Andy Wong 我好记得 去以前 有接触过一个妈妈 刚刚生了 妈妈妈 记得 妈妈妈 哇 一下子 真的不知道 如何照顾这个妈妈 就在他们家附近 Uncle Wong 就是说 我来帮你 你知道到一个地步 他每一天 差不多单止把车 好晒 他就这样行 行 行到棋 帮这个妈妈 帮忙去照顾这个妈妈 之后呢 就看到他们 整个人信了主 Uncle Wong还记得吗 无所谓 上帝记得 上帝现在要我 说Uncle Wong 翻了天堂 但是这个故事 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他真的活出 他没有说 他打电话 你生了妈妈 上帝祝福你 然后祝福你 按下电话 没有一件事 是没有 是以行动来表达 他的生命 是以行动来 带出这个福音 全家就信主了 Amen 感谢主 不单止有主的同在 第二点有什么呢 特征 是有属灵的权柄 今天 你跟我 我们刚才说 举手了 一年了 五年了 十年基督徒 有时我们为人祈祷 我们相信 我们有属灵的权柄 相信你 举起你的右手 非常相信的 举起你两只手 Amen 我看到的了 上帝看到 所以由今天开始 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 马上为祈祷 圣五圣就不是我们 是谁 上帝 但上帝借着你的生命 去行出这个熟练的权柄 那这一刻 若寒从彼得 这个熟练的权柄是什么呢 那个人看自弃又做什么 很简单的嘛 那个人日日来到这个圣殿 那里就在那里黑食咯 那当然要钱嘛 那么彼得就回答了 金啊 银啊 我没有的 我只有把所有的给你 奉那塞律人的耶稣的名字 叫你起来行走 这个就是彼得和若翰 可以给到他的 这个人的要求 只是要钱 但是给到的若翰 给到他 给钱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意志 不单止意志 你的生命 得 改变 我很清楚记得 十几年前 当Michelle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那时候 你面对经济的问题 面对生命的问题 面对被人拒绝的问题 可能那一刻 你只是需要 希望家人能够接受他 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他 胜过这个还债的这个负担 但是不知道 原来上帝比起超过这些一切 就是上帝比起永生 上帝比起整个家庭 回到神的身边 整个家庭能够服侍主 所以刚才读过了 第七就是跳起来 站着起来 就赞美神 在这个时刻 我就邀请第一个嘉宾 去生命里面 他就因为看到这个朋友 哇 不错啊 这个基督徒 好了 我跟你去教会 看看我生命如何 这位嘉宾是谁 Tammy姐妹 来 这个麦克 可以 来 来 掌声大声 好不好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大家都知道 我是同工Tammy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人 还没听过 我如何信主的见证 还有今天讲到这个 熟灵的权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信主的 我是17岁信主的 信主之前 我是7月14日出生的 唐人农历7月14日 我这个日子 对很多长辈老人家来说 哎呦 好扮灯啊 他们就说 你千万不要跟你身边的人 说你这个生日日期 不要啊 不刺你啊 从小开始 我就不敢跟别人说 我是7月14日出生的 那 就很奇怪的 由小到大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 发噩梦的 常常发梦 被鬼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个生日日期 但是 我从小 懂事之后 我常常发梦 我被鬼追的 那 小老哥在每一天 是每一天啊 每一天好像连续剧那样 很刺激的 剧情紧受 杂杂都很紧张 所以 变成我每晚都会 敲门 叫醒我妈妈 叫醒我哥哥 吵醒我的兄弟姐妹 陪我 那大家可以想到 那么小的我 一定是 没有办法 好好地睡觉 那我很怕黑的 我常常要开灯睡觉 我很害怕一个人 小时候 那 感谢主 就在我 变成我小时候 我就是 非常之沽僻的 是不是很沽僻 我都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现在很开朗了 好 感谢主 在我17岁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朋友 邀请我去教会 其实他只是 简单地邀请我一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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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来我教会看看 我就觉得 诶 好啊 去你教会看看 我就很 奇妙地 我就接受了邀请 我就跟了他去教会 很远的 余保 开车半个小时很远的 你知道吗 我去教会 那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 余保的教会是讲 广东话的 都是粤语堂 那 我去到之后我就觉得 诶 为什么这里的人好像不一样呢 平时我们是 去拜拜的嘛 去庙的嘛 但是去到教会 为什么那些人 这么 friendly 好像真的是兄弟姐妹那样 他们很关心的 那我就感觉到 很温暖 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那当我朋友邀请我的时候 你爱不相信主啊 那 我就说 好啊 那我就相信主了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但是我觉得上帝就在我那一天 让我经历 上帝的恩典 就是 我从那天开始 我就没有再发恶梦 没有再发梦被鬼追 祝福 我是第一次 17年 第一次 睡得这么舒服 还有睡醒之后 我是很精神的 我就知道 哇 这个 是真的神啊 感谢主 其实我以前 脾气很臭的 顺住之前脾气很臭的 我妹妹都很害怕我的 他们观察了我半年 咦 为什么你变了呢 我变得懂得关心 懂得温柔一些对待他们的时候 他们开始慢慢靠近我 这样 之后我就 来到生生病复兴教会的时候 我就有经常为着我的家人祈祷 那当然中间我又 离开过 我不乖啊 我不乖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是跟上帝说 我要重新 跟你 建立 关系 因为上帝已经拯救了我 我希望我的家人 同样的都得着这一份恩典 我经常跟上帝祈祷的时候 我就 为着我的家人祈祷 我的父母祈祷的时候 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会开门 因为我 我父母已经年纪大了 其实我也很紧张 是很紧张的 加上现在我父母有 加上 我父母有 我来到 就是要为了父母的救恩 如何祈祷的时候 我想起我父母来到吉隆坡寮和 去了云顶 玩完一轮再下来的时候 我就打给我妈 我说 星期五要不要来 我另唱 你经常说 要听我唱歌 没有机会听 有机会了 现在听延长 我说 我就这样哄她 因为我妈是很宅女 她没有什么喜欢侵人 所以她常常在我家 她就 不要了 很累了 扭扭扭 我就说 你经常说要听我唱歌 又没有机会听 你经常拒绝我 就没有机会听 平时我很遷就她 但是那天我很坚持 我就推了一下 我又拿着这个女的身份 来扭扭扭一下 她就答应我来 今次主上个星期五 她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怎么顺住 因为我在台上服侍 我看不到她举手 但是才没有说她举完 再举高一点 接着她就走出来 哇 感谢主 我真的很感动 我爸爸上个星期没有来 因为如果我爸爸来 我觉得上帝有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爸爸来的话 我妈妈需要照顾他 需要多点关注他 所以在上个星期我妈妈来的时候 他可以专心听到 虽然他会黑暗份 但是我觉得上帝已经感动了他 感谢主 接着我有很多侄子侄女 因为我的兄弟姊妹都结婚了 他们生了很多个 我有十个侄子侄女 其实这里是其中四个 在预保 感谢主 我的家庭由七个变了二十几个 所以我要好好地为他们提名 我祖 Contact 把她们一个一个信住 感谢主 让 Ignat grant 我们的生命,人家正晓看到耶稣。 Amen? 接下来,不单止有主的同在,有熟灵的权柄, 你看,以前就是被鬼追的。 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经历。 7月14日不是什么,我妈和我爸是7月14日结婚的。 是啊,那时候真的找不到一个日期, 我妈妈妈妈都是在教育界的, 所以等他们学校放假。 没办法,我婆妈没办法, 走来走去,最终就是信靠耶稣, 我爸上天, 妈妈现在还很健壮。Amen? 第三个特征是什么? 正道的胆量。 当时我们看到, 皮特徒有可能医好了, 唐弃这个微敏这个, 黑食这个人, 但很多人就不甘烟了, 或者有些人很稀奇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彼得就对百姓说 三章十二节 以色列为何把这个事当作稀奇呢 反而有时候我们觉得 神迹其实很奇怪 但对上帝来说 哎呀 太小了 很简单 这样他就能够得意志了 三章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 彼得约翰那时候很大胆 彼得就是说了一篇道 除了仪章他说了一篇道 三千人信子 这个是第二篇道 很大胆的是说耶稣 和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神究竟是谁 然后他继续说十五节 我就跳到他说 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 就是耶稣 但神叫他从死里服 你们要为这个事 我们要为这个事作权正 你看清楚 为什么要说 一个人跟过耶稣 他有这个胆量 听一听 彼得讲的时候 起的对象是谁 那时候有三帮人 一个就是祭司 一个就是守了律法 一种就是守这个 殿圣殿的人 全部要跟着法 但是三种人 就叫做杀都戒人 杀都该人 他们是不相信復活的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彼得特别说 特别说 耶稣是从死里服务的 哇 说到这里 真是 彼得是以前 从一个三次否认耶稣的很胆小的信徒 变为一个很胆大包天的传道人 就好像今天 我能够站在这里 都是神迹来的 神使用我和牧师 我认识牧师的时候 他是那种 坐又那么远 教会又坐那么远 静静不出声的 你会叫做什么 忧屈小生 其实我说你是假扮酷 是不是 如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先知说 忧义安 你回到马来西亚 你要建立一个教会 你也带领一个差不多成千人的教会 可能那个时候有石头 我就要扔这个先知了 旧一个时候 假先知是被石头扔死的 但是那时候 如果我用眼气看到 根本就是 我们没有经历 我们没有学问 但是只要我们是跟随耶稣 将我们的生命摆上 上帝就将我们 从一个很胆小的人 变成一个很胆大包天 为神的讯息讲见证 阿们 那这个接下来的后日 牧师都要在英文堂 我们的BJ英文堂讲到 起得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上帝 应应使用 在各方面 来串踏神的话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遇到这个牧师 就是很适合 来形容这一点 大胆 很有冲力 很有魄力 就是 高传龙牧师 在这本书 写了这句话 本来是跟上帝说 哎呀 我要退休了 但是上帝说 你要退而不休 什么时候正可以休息呢 是说 上帝说 我要做到 天上点名 正可以退休 于是我要做到 见上帝的面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帮助中 很多很多 都兴起很多 的学生 很多的传道 那就是在生命里面的特征 是正道的胆量 尤其在 那些贫民区 尤其是中国的地方 很多神职歧视 可以由 之后早 讲到夜晚 去那些魄力 我当初 那时候应该是六七十岁 一条白头发都没有 我和牧师两个都 低头 但是服侍神的人 是那种精力 是那种胆量 就是人家在生命里面 可以用这句话 这个人 是跟着耶稣 所以带领很多人信主 对不对 好 第四点的特征是什么 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是否重要 很简单的 这里 刚才我们说的 第四章八节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意思是彼得 还没讲起一篇道的时候 圣灵要充满起 今天 我们还没做主的功 我们还没邀请朋友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祈祷耶稣来帮助我 圣灵来充满我 来恩公我的口 让我可以用电话 或者用讯息 来邀请我的朋友 知道没有 要将神摆大一位 那这个彼得戏的圣灵充满 其实在第二章 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按照圣灵给这个口才 是和他们一起的 说起别角的话 那时候吸引很多人 就说 究竟发生什么事 圣灵的忍顺 那个大能就降临了 接着来 由另外一个嘉宾 他的生命被圣灵充满之后 整个人改变了 等一下你听他的故事 原来以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他的生命 不单止是 是整个家人 人家都可以说 你们是跟过耶稣的家庭 我们邀请 曾隆隆弟兄 来 分享 他的生命的见证 来 掌声大力一点好不好 我们去鼓励你们 Amen Amen 感谢主 今天 真是感谢主 能够 站向这处 为主做 这个美好的见证 今天是我 头一带 用 那个广东话 来这里 讲我的见证 你也有 掌声鼓励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要 借助 各位的掌声 将这个 荣耀归给我们的福 Amen Amen 我刚才知道 原来Tammy 她是7月14号 出生的 出生的 这么巧呢 我是4月4号 清明节 那时候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意思 OK好 来了 所以那个 2018年 4月14号 是我头一带 来到教会 参加 教会的 神祷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 神祷 只是 去 教会 祈祷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这样的 原来神祷 不止是有祈祷 当中都有那个敬拜 集美 唱诗歌等等 神祷 于是 我都开始有少少的 兴趣 来了 所以2018年 4月14号 那天 我就带着我的弟子 来一同出席 这个奇妙的 神祷 就是那天之前 我的腰 痛了大约12日 每一天 我都 吃完早餐之后 我都需要 吃那些止痛药 因为痛得很厉害 但是由于那天 神祷 是从早上七点开始 所以我那天 去那里想 等神祷 结束之后 我才吃了早餐 我才开始 吃 这个止痛药 但是 在当天的神祷 当我开始 敬拜神的时候 我感觉到 圣灵的能力 充满了 整个的教会 神的同在 是非常之强的 我就 整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种 被触电的感觉 就是被电梳 被电梳 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是很好的 我形容不出 那个感觉 但是我知道 是非常之平安 是很美妙的 就好像有一种 现在外面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都不关我事 我只是 爱响这一书 因为天父 他用他的爱 来 来 揽拾了我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 一直不断地在那里 敬拜 突然之间 我就感觉到 有一只的手 摸了我的腰 那时候我还以为 是我的儿子 在叫我 所以我就 翻过头来 看一看 原来不是的 他睡得很软 那时候 他刚刚十岁 所以 我就 不理他 我开始 一只敬拜 之后我听到 有两声 卡卡的声音 我就以为 是我格级 认识多了 所以我就 不为意地 继续敬拜 直到 我吃完早餐 想吃肉 那时候 我才发觉 咦 为什么今早早 我的腰 不同了 完全消失了 不单止是这样 在那天 我的阴影 阴影 和倒影 倒影 都是在那天 完全被释放 并要掌声归给神 就这样 没有什么计划 完全释放了 过了两个月 我带领我一家 洗礼 重新归入基督 Amen 我的生命 由那时候 开始不断地被神根性 很多的 外习惯都不知不觉 被改变了 以前我很喜欢赌博的 我的外父外母 和我老婆的亲戚 他们向左拳 他们一送到 加伦坡 他一定 约我一同 去运顶 那时候 但自从那天 4月14号 那天 开始 一切都改变了 之后的每一年 过年过节 我不再参与他们的赌博 生命也开始活出 美好的见证 他们的亲戚 看到我 都看到我 因为 信了耶稣基督 我的生命 得到改变 现在 我的外母 因为我的外父 他很喜欢吸烟 他走不时 跟他说 你应该送耶稣 你送了耶稣 好像龙仔 他叫我龙仔 好像龙仔 这样 自动地 继续烟 所以感谢 归一切的 荣耀 给我们的神 Amen Amen 你听到没有 4月4号 清明出世 4月14号 生命更生 Amen Amen 牧师 牧师在后面 牧师 你原来的童工 一个是7月14日出世 一个是清明出世 但是上帝将你的生命 反展过来 一个生的生命 Amen 感谢主 好 我们讲了4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很明显的 神迹 这句话是在哪里呢 10节的时候 那些人说 你们众人 和以色力白色 要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 这个人 就是那个 骑腿的 一个人 已经得到 全而是因谁 因你们所定 十字架 神叫他 从死里 复活 纳萨拉人 耶稣的名 Amen 所以 十三节 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题目的主题 是在这里 起门看见 弼得 弱寒 的胆量 看出 是否原始没有 学问 那些小民 认命 他们是跟着耶稣 可否现在开始 检讨一下 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可否 好像 笼笼一家人 或者 Ten Media一家人 甚至我们在座的 我们信了主 这么久 有时 不是只有我们的口 是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 活出 耶稣 使你 邀请人家 来信 耶稣 或者人家会 人家 是很快 能够跟随 因为在你身边 看到耶稣 因为你是 跟着耶稣 所以说 十六节 我们当 怎么 扮这一两个人 因为他们 真的行了 一件 明显的神迹 记得没有 刚才说 那三帮人 要 捉自己 痛脚 怎么办 很明显的神迹 今天 你和我的生命 我们为人家 祈祷 得医治 生命 得改变 那种 很明显的神迹 是给人 能够看到 耶稣 是真实的 明显的祭司 我们不可以 说没有 整个人 在这里 本来趴在 四十几岁 圣经有说 已经四十几年 天天就在 整年那里 在那里 黑色 走到路 现在很明显 不单止走 还可以跳起来 还可以赞美神 今天 是不是行神 即都可以 进入神的国 马帝福音 有第七章 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 不是个个 我跟他说 主啊 主啊 都能够进入 上帝的国 唯有什么 进行 我天父子 的人 再能够 进行 你可以 服我的名 行过很多 神迹 那些红色的字 但是耶稣 说 我从来不认识 离开我吧 有时 有时 我们都要 检验一下 我们的 信仰 的生命 我们的信心 的道路 是不是 永耀主的 是不是 将人 带到 神的身边 不是将人 带到 我们的面前 是不是 耶稣基督 是说 如果你要 揹十字架 你要揹到底 你要放下自己 我给你这个图片 曾经有些看过 那你们看一下 哇 一帮人 要揹十字架 那这些人说 哎呀 十字架 很重啊 我去一句了 哎呀 又要我去主日 又要我去祈祷 又要我去小组 又要我去参加报道会 很辛苦啊 你慢慢 挂一下挂一下 我挂到 短到 到一天 来到这个 新康的时候 人家过 过了这么长的 十字架 可以过到 去就 过不了 一半在那里 跪在那里 怎么办 这个很明显的 有时我们都好像这样 做基督徒 做得很辛苦啊 斩啊 这就不爱了 哎呀 奉献啊 我自己都不够用了 又要我服侍 又要我大小组 又要我传福音 又说跟着来 这三个星期五 有这个报道会 很大压力啊 很想啊 减点减点减点 减到最后 廉价的福音 只要神的祝福 但是不爱追求 基督的代价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这样呢 监察一下 我们自己 好不好 所以有五个特征 讲了 主的同在 属灵的权柄 又正道的胆量 圣灵的充满 很明显的神迹 那么大陆过来 什么 无谓的胆量 这个胆量 很重要 没有 重要 很多时候 哎呀 你叫我 跟家人说 不行的啊 我开口就被你骂了 在我们服侍三十几年 我记得 曾经有一个是牧师的太太 我是招拉的一个牧师 她就在 很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 她信了主 哇 信了主之后呢 她就知道 家人反对了 但是她知道 祥帝啊 你是恩待我的 所以有一次呢 她有一个聚会 她就煮了整盆的米粉 这样要走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 哇 那个家人 妈妈很生气 整个米粉 在楼上 帮她 掉到楼下 她有没有放弃 是没有 她更加 为家人祈祷 感谢主 今天 她的姐 就坐在我们中间了 Helen Helen在哪儿 还记得没有 这个故事 如果不是 她坚持 坚持这样走下去 坚持走这个道路 不要再一个十字架 撅了去 今天Helen就不要坐在那儿 她信靠主 Helen 整个家庭信耶稣 都是因为这个妹 和全福音 她的生命 跟着耶稣 所以十九节 彼得有个人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看见的 听见的 不能不存 很多时候 我们被人禁止 不准全福音 你不可以这么说 当然我不是 跟家人吵架 但是有时 看到机会 在那儿 你就会分享 我曾经跟你说过 2019年 我爸爸回天家 2015年 他是接受耶稣 他那天接受耶稣 就好像 Tammy说 是妈妈 举起手 我都很surprise 你来过教会很多次 我爸那天 去参加这个 相亲节的 一个晚宴 亲后在我面前 他手上 一样举起来 哇 我都很惊讶 回到他那时 我妹妹问他 为什么你信耶稣 他就说一句话 等一下你上了 不要剩下 我一个人在 我记得这句话 原来我跟他说过 你敢不敢 跟你爸这样说一句话 你不听福音 我们全部上天堂了 只剩下你一个在 原来我曾经说这句话 他把这句话 放在心里面 亦都是因为这句话 加上当晚的一个传道 去唱歌 和分享的见证 和弟兄姊妹 我们那时候 有几十位的 这个蔓延 双真正的蔓延 感动了 到最后 2018年 去洗礼 2019年 翻天架 Amen 所以很大胆的 我们要说 人家恐吓你 就好像你们那时候 人家恐吓 约翰和彼得 但是 他们要祈祷 主呀 求主你监察 一面叫你 伯仁 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伸出你的手 医治责病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为人家 祈祷 医治的时候 你会知道 神是藉着你的手 你可以用这个 祈祷的神 你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 我只是一个器皿 不是我们的手 有什么power 但是神要借着你的手 来按手 在病人的身上 病就得意志 Amen 神迹其事 这些一切 都是因为 耶稣的名 而行出来 那第三个嘉宾呢 也都是 我们的童工 今天我的童工 全部被我搬上台了 就是 Catrin姐妹 她就是分享 去面对 去生命里面 相信了自己之后 很大胆的全福音 大声的鼓励 Hello 大家好 很感谢牧师 给我这个机会 来分享见证 刚才我说到Tammy 就是 7月14日 然后隆隆是清明 我就是11月27日 是与李小龙一样的生日 这个就是体外 OK 我就分享 我爸爸先 就是因为 我从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就叫我们 你不可以信耶稣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以前的传统思想 我记得我家前面 是有一间教会的 我问过我爸爸 我说 这个教会是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去的 他说 你去哪里都好 但是你不可以去教会 这个是他跟我说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有一个 灌输这个思想 就是你不可以信耶稣的 但就到我19岁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带我来教会 之后我就经历很多事 但我相信耶稣了 很感谢我 然后 但是这个的决定 我很难跟我爸爸说 因为他叫我 你不可以信耶稣 但我爸爸是一个 比较 很恶的人 比较 我那时候祷告 之后我就带着这个神给我的胆量 勇气 我就去洗礼 我洗礼的时候 最大的勇气就是 我要跟我爸爸说 我已经洗礼了 所以我记得 有拜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拿着那个死礼真树 我回到家 我妈妈在家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已经信耶稣 我洗礼了 他说 你的爸爸一定很不开心 那时候我爸爸是在房间那里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 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他会 因为他会很恶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感情 所以我那时候就祷告 我又跟神说 我现在就要把这件事 跟我爸爸说 你给我勇气 因为我知道 这个真的很需要 很大的勇气 如果你给我一个勇气 我就进去跟他说 然后我就回到 然后我就进去房间 房间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洗礼了 这是我的证书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看着我很久 我以为他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会骂我 我以为他没有说话 然后他又说 我知道了 OK了 就这样 所以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的爸爸是 那时候 我相信神那时候 有感动他的心 加上我的生命的见证 我觉得应该是我生命 有一些见证 所以我爸爸看到 我整个生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爸爸的就过了 现在我说我婆婆的 我的家人 很奇怪 我都很抗拒耶稣 尤其我这位最爱的婆婆 她是很抗拒耶稣的 那时我想耶稣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会去他的家 探访他 和他聊天 所以我就 我和婆婆的关系很好 因为我寶寶的时候 到我大的时候 我都是婆婆照顾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之前有做工的 所以我就去我婆婆家 我跟他说 我说 我说 我婆婆你有没有听过耶稣 我一听到耶稣的名字 他就说 如果你要跟我说耶稣 你就不要离我家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和婆婆的关系非常好 他说 你不要来看我 你不要来看我 所以那时我就 哇 不行 我就很 很伤心 我说 怎样算好 因为我很想我婆婆 也有一个救恩 那时我信耶稣 他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我知道有一天 都会回到天家 所以 我就 每个礼拜 我就找机会 一直找机会 跟他说 就是跟他说 跟他说 耶稣如何帮我 因为我信耶稣 也有一个很大的见证 下拜才和你们说 所以 他就 听着我说的见证 他就开始有听 当然我帮他说见证的时候 我一定有先祷告 我跟神说 我说见证的时候 神 你去感动他的心 你让他听到 最重要是让他听到 我说的东西 你让他听到 让他可以明白 然后 之后我就 每个礼拜 这样跟他说 跟他说 跟他说 他开始没有那么抗拒了 所以 好 感谢主 就到有一次的时候 我们带他去路人园 有一个组织 我们带他去路人园 所以我们就去到路人园的时候 他就在路人园那里 他就听到很多生命的见证 然后他就 加上我之前也有跟他说见证 跟他说过耶稣 他就在那天 那时我记得有一个领袖 他就说 你们谁要相信耶稣 你来举手 还是他自己举手 好感谢主 他自己举手 还是他举手 他就每个礼拜 他就跟领袖去的教会 他就去过教会 一直到去 翻天家 这个就是我带他去那个 北区 F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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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A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那么他就相信耶稣 感谢主 Amen 多谢主 这个婆婆我都见过 她是一个 你见到他 她就有很大的笑容 刚才Catrine在口中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你认识耶稣没有 有人问 有一次我听过一个人 在中国那里 他们传福音 你听过耶稣没有 他就说 没听过 可能是自隔离村 很多时候 我们有问对的问题 OK 好 第七点 镇地的祷告 跟着耶稣的人 我们的祷告是镇地的 怎么说呢 第四章 很快的了 同心合意高声 向上帝说 主啊 你是诸天地 海 和其中万有的 祷告原来的地方 镇 你有没有试过 祷告到地震呢 我们聂火特会 今年在台湾 就试过地震 真的 真的要很重要 他们被圣灵充满 放胆 港论 为什么那时候的 最会地方要震 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 教会面对迫伯 同心合意高声 说主啊 因为教会那时候 在这个恩着 匹德和若翰 医治了一个人 那些反对的人 全部涌上来 要对抗他们 但是他们的面对 这个迫不 他们要怎么转向神 第一次 我们一起转向神 今天我们有几个 生生命的牧者 我们一起来 讲关于唐人教会 我们生生命教会 如何在这个时代 我们如何活出 我们要联合 如何跟其他教会联合 但是我很清楚 跟他们另一句 在马来西亚 有时我们的教会 大家太平安了 要等到 真的有事情发生 有迫不的时候 教会正常走在一起 那我就用一个比喻 就好像比喻有一天 我煮好饭了 我就在楼下 我就叫我三个儿子 来吃饭了 没有人理解你 继续在你的房间 做起的事情 但是忽然间 那个天 就是一个很大的雷声 噓噓噓噓 一秒钟之内 三个在我面前出现 哈哈哈哈 害怕 那时候还很小 最多是 还没读 还没上小学 就在我面前站在那边 很害怕 妈妈很害怕 这个情景 让我用来做比喻 现在我们教会面对 很多时候 我们的灰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练习 我们一起来求告神 大家太平安了 家庭和家庭 教会和教会 好 但是 很多时候 真的有个雷声一发 那时候 很自动 大家就要合一 但是我希望 我们不要等到有问题 不要等到有逼迫 不要等到有天灾 或者任何 我们教会 就行在一起 好吗 在这个时刻 就像主席所说的 很多时候我会说 看到啊 我们叫主下主下主下 你的主下主下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那个烈火特会的时候呢 就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叫大声 不是上帝耳朵龙 叫大声 主下是给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给提醒 Amen 好 最后一点 不单止有神的同在 属领权兵 正道的胆量 圣灵充满有神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什么 放胆全福音 使徒行政大三章第四章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那班的使徒面对 给你们质问 你这个是靠着谁的名字 不准 不准再说耶稣 就好像Catrine姐妹 从小到大 已经被说 不准信教耶稣 甚至恐吓他们 你们再说 就将他们什么 捉入那里 坐牢 捉入去坐牢 甚至拘捕他们 警告他们 他们面对这么多的难助 请问 这一帮跟过耶稣的人 有没有放弃呢 有没有说 哎呦 都是执币就好些了 低调些 有没有 没有 四章三十三节 他们真的很大胆的 全福音 讲了什么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 福和众人也都蒙大恩 这个蒙大恩 其实意思就是说 上帝 大大的赐福给他们 每一个人 Amen 所以这八点里面 很明显地看到 耶稣的门徒 变为使徒 是从很平凡 游武 学民的小民 变为非凡 柔有 信心的巨人 今天 可能你跟我 哎呀 我没什么会说的 说来说去 就是那两句话 我很大胆 我很小胆 不是大胆 我或者 我说没有人听 只要你靠着耶稣 只要你的生命里面 让人看到 你是跟过耶稣的人 就算没开口 别人都要认识 你这位耶稣 所以这个八点 就是我们要再去看的 跟过耶稣的人 我们一起来说什么 有什么八个特征 第一 有 主的 同在 第二 有属灵的 权命 第三 正道的 胆量 第四 是被 圣灵 创案 赌印 和烟印 都要被解 阿们 第五 很明显的 神迹 禄 无畏的 胆量 第七 真的要吐过 声信 继续下来 我们说 吐的时候 我们要主 没有钱 我们就说 吐吐啊 吐吐 要凭信心 第八 放胆 传福音 最后我以一个圣经 不是圣经 是真的活在 这个21世纪的 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 现在回到天家 这个人就是谁 韩国最大教会 赵元基牧师和太太 我以这个八点的特征 来形容 用他的生命来形容 但是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呢 很大胆的呢 很有圣灵充满的呢 或者很有信心的 不是哦 原来开始的时候 不是这样 可能 你拜的 但你听过 今天我再次的提升 提起 在生命里面 真的被人看过 他是跟过耶稣的人 在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左边的时候 很up up的 几个人而已 但是上帝说 你要建一间 能够装到一万人的圣殿 那整个工程开始之后 就遇到世界的经济的问题了 1969年那时候 那时候又借不到钱 又 那个 银行的贷款 又停止了 没有办法 他们就成家人 要搬进一个 还没做好一个 一个公寓 在一个公寓那里住 没有水 没有电 天天要这样 上楼梯 教会这儿又建不了 所以变成脾气很坏 不是啊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几个童工 我们以前 我自己也是 屁股好坏 甚至有一次 有一次 子帮他吵的时候 是不是 一巴掌 这样盖下去 哇 原来这个牧师 曾经都是这样的软弱 但是当他 在 盡头的时候 有一天 他站在 他的楼台那里 那本书讲 他做一个 最后的祈祷 他说 神啊 我是那个失败者 耶稣基德的福音 我传了很多次 但是我自己 什么都做不到 现在我要跳下去了 求你 看着我过去 全心依求你 不要让我落地獄 自杀的人 是不能上天堂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他听到上帝 跟他说 自杀之后 你要落到 被这儿痛苦 千百倍的地獄 现在活着 那么痛苦 难道死后还在这么惨的地方吗 竟然你有跳下去的勇气 为什么不可以活下去呢 虽然现在很辛苦 但是你要坚持 你要看到我和你解决 哇 赵牧师那时候 他真的听了 很清楚 上帝和他说这个话 之后 他就跪在那里 祈祷 上帝继续跟他说 你在更多的事 能够活下去 全是因为我 上帝说因为我 到现在 你怎样可以软弱 我会一直与你同在 哇 这句话在圣经里面 旧约你现在看到 上帝 事上于这句话 是鼓励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那些信心的 那之后呢 他就离开这个 那个标签的影币 他就继续去带领 总有一天 在祷告会的时候 好像平时那样 祷告会分享 分享到 分享到之后 有一个老太太 就来到他的面前 说这句话 捧着一个碗 和一箱的筷子 他说 牧师我想奉献 但是我只得这个碗和筷子 我愿意将我所有的奉献给上帝 凡啊 可以制起纸皮上吃的 没有筷子 用那个手 你想想 待会我们吃饭的时候 没有碗 没有资金 我们用纸和手 但是这个紫媒戏的信心 到这个地步 这个牧师心想 你给那个碗和筷子 奉献给上帝 可以救到我们 这个这么大的项目吗 在这个时候 在他们的当中 忽然间有一个人 站起来 说这句话 牧师 我要出一百万 就是那个Corent One 将这个碗和筷子 买下来 这个人的信心 使到成岗教会的时候 来参加土告会的人 开始就将他们的奉献 进入这个建堂基金 整个教会 整个project 就被建立起来 当然现在你看到的是 之后 他们再见一个更大的教会 赵牧师 开始的时候 他很失望 他很失忆 但有一件事就是 希望忘记了 上帝 遇气同在 就是生命里面 有这个八个特征 不是一夜之间的 是走过一段 很辛苦的路 走过一段 面对要自杀 但是上帝又挽回 今天你和我的生命 如果我们真的要邀请到 别人来到教会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 活出 别人认出 你是跟着耶稣的人 看一看你身边的人 看哪一个笑容 哪一个态度 是让你可以说 你是跟着耶稣的 跟你身边人说 你是跟着耶稣的 你是耶稣的跟班 耶稣有很多followers的 Amen 我们大家站起来 我们来做一个祈祷 这个祈祷 我们爱好 有信心 用心 邀请线上的弟兄姊妹 和他一起 做这个祈祷 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 有这么十百%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生命 有没有真的活出 基督徒的生命 使得人家变成 看到我们的生命 都要信求耶稣 好吗 我邀请你和我 一起来做一个祈祷 在这个祈祷之前 让我听一下 与同从来没听过 最大声的三次 我们叫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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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是练习的 这个主要有好心的 震动天地的祷告的主 好吗 我计算了三 两只手要举起来 韩国牧师说 两只手要举起来 1 2 3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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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起祈祷 主耶稣 除你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求之监察 一面叫你 祈祷福人 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神 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凭者使神迹其事 引在你的名 行出来 使我们大有能力 为耶稣 多救一人 阿们 Amen 感谢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要让海满沙 不防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向空 扶你人走光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你 执你是神 你让海满沙 不防汹涌 我与你暂时 把风向空 我与你暂时 你让海满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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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你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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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安静你 执你是神 大白 你是刚cept了 海满沙 你暂时 爹 我与您 你并分之